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并且要在开挖处张贴告示 让大家都知道批准开挖的时段 同时还要有承建商以及工程师的联络资料等等 如果是搭违接板的话呢 就更加要有乌语署发出的违接板许可证才可以开工 还不止呢 承建商还要根据合约细则 乌游署批准图 施工图和施工章程 来制定一份开挖和支撑施工程序建议书 上面一定要详细的列明施工程序 范围 施工方法 临时的工程设计 质量控制 安全措施 监察系统和环保措施等等 一个都不能少啊 总之就像我补贴家用一样 可以多可是不能少啊 另外呢 承建商还要根据设计单位和顾问工程公司 所发出的地下公共设施图 所有开挖范围先进行适量挖坑 大概是1.2M丁方乘1.5M深度 以确定一下地下有没有埋藏一些公共设施 例如积水管啊 排水管啊 电缆啊 煤气管等等 是啊 如果有必要的话 还要做好记录 并考虑及计划好以后改造工程的安排 以免延误工程 如果发现有一些不明的地底设施 而施工图上有没有显示的话 就要立即通知工程师 安排有关的设施机构去做实地检查 之后再听取工程师的指示 当碳坑挖好之后呢 无论是做好记录或者是等待检查都好 承建商都要立刻先做好足够的安全措施 例如做好适合的盖板 以避免发生意外 等到检查完毕后 就要尽快回填压实并重新做好路面 除了碳坑之外 还可以用地下探测仪器 探出各公用设施 而为了确保开挖和支撑工程 可以安全地进行 承建商在开挖工程进行以前 就一定要在工地周围装置好 所需要的监察系统 例如沉降监察点 倾斜度监测点 碳水井 和震度幅度等等 沉降监察点 通常都装置在人行道上 每天都要利用水平仪 读取各监察点的读数 来做水平参数 这样就可以知道开挖工程 有没有影响工地外界 而产生沉降迹象 例如路面出现裂痕等等 而倾斜度监测点 通常都装置在挡土墙 或附近大厦的外墙 或是围墙上 每天读取各倾斜点的读数 作为垂直参数 监察附近的结构 有没有不正常的情况 接下来要讲的是碳水井 通常在已经开始碳土 或打桩工程的同时 就已经预先计划好 并且装置妥当了 而且每天都要利用探测仪 探测地下水位的变化情况 尤其是工地内已备有抽水设备 在操作时 要更加小心地观察地下的水位 以避免地下水过分抽低 而导致路面下陷 破坏工地周围的一切公共设施 至于在进行开挖工程的时候 如果要采用起重机 将障碍物移走的话 就一定要确保震动的幅度 完全符合合约的要求 而不会影响到附近的环境才行 另外还要聘请独立的测量师 来监察工地附近所有建筑物的情况 如果有需要的话 还要向工程师建议加设额外的监察系统 当监察系统装好以后 承建商就要在工程师的监督下 录取初始数据 作为日后的监察标准 据我所知呢 这个记录还要经工程师 及时承交给物语署 而且在工程进行期间 要定时观察并承交所有的数据记录 如果发现有不寻常的陈将或倾斜 就一定要及时通知工程师 如果工地上有挡土墙和斜坡的话 除了要执行前面所讲的两个步骤之外 还要定期地监察挡土墙的排水系统 和斜坡面的保护侧栗 除此之外呢 承建商还要留意物语署随时发出的相关作业备考 也就是Protest Note 以保障开发工程的进行期间 能够合乎一切的施工要求 说的没错 准备好所有的文件和监察系统以后呢 接下来当然就是要准备好开挖机械和工具了 我抢 你知不知道有哪些呢 当然知道了 开挖和支撑工程所采用的机械 重型及轻型都兼备 重型的有起重机啊 挖土机啊 液压锤 推土机 轻械式卡车 抓斗式泥车 空气压缩机和振动压路机等等 而轻型的有风夯啊 风钻啊 震夯 平板式振动器 铲子 大钉 手锤等等 你知道的很清楚啊 有意开挖工程主要是依赖机械来进行操作的 所以一定要留意各类型机械的性能和用途 为了确保安全操作 还应该聘用有资格的操作员和有经验的指挥监工 做好每天的常规检查 定期测验机器和保养工作 而且香港的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 Factory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 对于机械的使用和维修检验已经定下了严格的要求 所有承建商都要好好地遵守才行 至于支撑的工具呢 就比开挖的较为清醒 例如氧气缺瓶 切割锯 焊机 焊钳 焊镜 炼滑轮阻 卡齿 钢齿 取齿 拉齿 以及轻型手锤等等 虽然每样工具都较为小型 但是都一定要有相当经验和有资格的工友 才可以做到安全的操作 至于说到支撑材料呢 一般就包括 炸板 陶钢 和公子钢 虽然支撑工序只是临时工程 未必会构成将来楼宇的任何部分 但是它所用的材料都一定要符合标准和规格才行 树立最佳标准 楼房高质量 另外施工的时候呢 还有很多要注意的 譬如施工程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就不能忽视 承建商在施工之前 一定要先制定一份环境管理计划书 内容包括 噪音污染 污水排放 空气污染 化学及危险品处理等等 主要是要委派专人来审定和处理在施工期内一切对环境有所影响的工序 以达到环保法律的要求 环保 不是回收铝冠和废纸吗 跟开花工程有什么关系啊 一定有关系啦 无论打石发出的噪音啦 风沙卷起的尘埃啦 或者泥土污染街道 都会对附近居民造成不变的 所以事先如果我们做好防范的措施 这样既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而工程就又可以顺利进行了 是啊 为了减低工程进行期间所发出的噪音 工地上可以选用低噪音或是环保型的机械工具 来取代有噪音的型号 而机械和工具 比如风钻啊 挖土机等等 就应该配合减低噪音设施来使用 并且还要加设有效的歌音屏障来减低噪音 至于污水方面呢 就要向环保署申请排放污水的牌照 得到牌照以后 就要依照牌照上所列明的条件去进行施工 否则就属违法 而工地里面 临时和永久的排水系统 要定时清理 以防止堵塞 而在使用中所堆放的建筑材料 例如石子啊 沙子 挖土 回天土的材料等等 都要记住用帆布盖好 材料堆放的位置 一定要尽量地远离排水系统 工地里面 所有的新旧沙井呢 也要适当盖好 或者是临时封好 以防止泥沙 建筑材料 以及垃圾掉进去 最后呢 还要记住所有的污水 都要先进过沉淀缸 才可以排放到附近的排水槽 或者是污水槽里面 至于空气污染方面呢 香港就有空气污染管制条例 来监管空气质量优劣 所以一定要做好防尘措施 比如在每一个工地的出入口位置 都设置一个清洗车轮的水池 以确保车辆不会把泥土带出街外 工地里面要有洒水系统 各个主要通道和会产生尘土的工作范围之内 都一定要记得洒水 以减低尘土散播 而清洗式卡车和抓斗式泥车 在运送泥土和垃圾的时候呢 要记住先用帆布或者是胶纸盖好才离开 同时工地里面还要严禁焚烧建筑垃圾 以及其他废料等等 而所有工地用的车辆和施工机械 在更换机油的时候 所有的废油都一定要联络废油收集商 进行回收处理 千万不要乱丢弃 以免污染土地以及排水系统 另外 有过量氧气已缺瓶 必须储藏在危险品仓里 同时还要提醒工友 环境保护和工友个人安全及健康的重要 并提供保护厅局的设备和口罩 以便工友佩戴 工地应设专人在指挥车辆来往的同时 记住要穿上荧光衣 以确保安全 以上所说的设施 都一定要请专人来切实执行才行 只要环境保护做得好 建楼麻烦自然没人找 动工之前呢 承建商要先将整个工地进行测量 将地面水准位记录并承交工程师 接着在工地上做好开线 界点 以及参考水准位 以便日后可以核实所有有关的工序 然后再检查开挖范围附近的围街板 有没有修补妥当 开挖地段附近的安全措施 是否做得充足等等 而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和工友 都一定要先互相了解清楚所有的施工程序 包括该地段指定的开发深度啊 消泥斜度 同时要配合支撑工序和斜坡保护工序等等 总之 除了完全依照乌语署批准图内的一切条文之外 工地上的施工程序 也要听从驻工地工程师的意见 而管工和挖土机驾驶员 就要留意挖土机的操作和活动范围的安全措施 包括挖壁长度 旋转半径 前后容许的活动距离 还要记住挖壁不适合掉其他东西 以及做挖坑工作时 还要留意坑边泥土的稳定情况 当在较深泥土处开挖的时候 要尽量远离挖壁 以免发生意外 还有挖土机挖土的动作 也要和轻信式卡车配合 所产生的泥土要尽快搬走 当挖土深度增加时 既有可能会有地下水深入 所以承建商要随时从监察系统的碳水井处 观察地下水的资料和情况 如果真的太多的话 就要设置抽水设备了 我记者们又不明白了 就像晾衣服一样 等太阳把它晒干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要抽水呢 那倒不是哦 因为在泥井开挖的时候 适当的抽水 是可以洗到地盘干爽 便利施工 在户土墙的外围抽水 也都可以适当减低 户土墙所承受的压力 原来这么重要 那不如不停地抽啊 那不可以的哦 因为抽水的方法 是要因应地盘的土质 附近楼房基础的状况 等等因素而设计的 这样才可以避免发生流沙的意外 还有附近楼宇和道路的沉缸 甚至结构的损害的 哦 原来是这样的 那有什么抽水方法啊 丙叔 一般会采用前景抽水的方法 来处理地下水渗入开挖区的现象 这种方法就是在开挖土面周围 挖出一条浅的排水槽 有时候还会用埋砂包的方法 将地下水引入前景 再用水泵抽到工地上的沉电池 或过滤缸去 之后呢 再排到公共污水井里面 不过前景抽水的方式 虽然较为简单 但是由于抽水量有限 所以只适合于三到五米的开挖深度 所以当挖土过深的时候 例如要起地下室 就要用另外一种抽水系统了 不过呢 一定要经过工程师批准之后 才能够用啊 如果遇到大雨的话 就要预备多个备用泵来抽水了 算你没讲错 至于面积较大 而又可以容许无支撑开挖 即OpenCut的施工方法的时候 通常呢 都会牵涉到做斜坡 当然了 除了要靠钉斜度架之外 还要清楚地开拓挖斜坡的斜度 以及深度的墨线 此时工友们要注意的是 泥土能不能够保持稳定 主要就是看斜坡面的斜度大小 所以工地上斜坡的斜度 要尽量减到最小 而且要减低雨水侵蚀斜坡表面的危机 在雨季期间 记住要用帆布和同等材料 把开挖斜坡时所外落的位置遮盖好啊 另外承建商还要安排提供临时雨水槽 例如斜坡边 再配合泵水设施 以防止雨水冲走外落的泥土 尤其是用来作为工地内的交通运输要道的临时斜坡 就更为重要了 讲到切割石头的工序呢 开挖地基的时候 当遇到大石头的话 有四种方法可以把它打碎 但通常都会用第一种方法 用机器打碎 比如用液压锤等 或者是用第二种方法 用风夯或是风钻钻头打碎等 至于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利用化学膨胀剂破坏石层 但所用的膨胀剂一定要得到工程师的批准才可以使用 而最后是用炸药将石头爆破的方法 就更加要向土木工程署的矿物和石矿部申请 不过呢在市区一般都是不会被批准的 讲完了七颗石头就可以讲打庄头了 当开发到相当深度的时候 以前完成的庄头就会露出泥面 而比较常见的钻孔装和工字装 此时打庄头的方法就各有不同了 首先在打钻孔装装头工序中 要标注出两种水准位 分别是机械操作水准位和装头水准位 也就是cut off level 你还真行啊国强 这个时候工友们先要用液压锤将装头打掉 直到机械操作到装头水准位时 再用手工操作 用风肯打混凝土面 直到装头水准位 这样才不会打烂整条装 打装头的时候 要记住千万不能乱用机械或任何工具 而是露出的钢筋弯曲或者折断 这样才算是优质工程呢 打好之后呢 弄好整个装头面 就可以和工程师一起去检查水准位上 装住的混凝土质量了 直到满硬为止 至于工字装方面呢 相对钻装来说就比较简单了 测量员先将装头的水准位标注之后 烧焊工友就可以用切割锯将工字切断 不过要留意 在切断之前 一定要做好足够的安全措施才行 比如要用吊锁估紧工字 而且在切断之前 烧焊工友和起重机操作员还要达成一致意见 安全协调的将切断的工字装头调走 而且要放到材料存放区那才可以 接着再讲支撑工序 当施工现场狭窄和楼宇地基是靠近路边 马路或者是附近的建筑物时 开挖就一定不能够缺少支撑这道工序了 最常见的支撑工程 就是用砧板或槽缸 以及工字缸稳定泥土 然后再进行开挖工程 所以开挖工程和支撑工序一定要互相配合 并且根据批准图来做 在设计一切支撑工序的时候 通常都会考虑到将来的永久结构 所以大多数横撑都会放在离开钢板有足够距离的地方 然后再用短支撑架撑石钢板 这样就有足够的空间让永久结构穿过 比如墙升或柱头等都可以穿过 另外要留意的是 凡是将每层支撑架安装至相应水准位时 测量员都要随时提供正确的水准位置 不然就很容易挖过头 这样随时会导致路线 并且破坏附近的公共设施 那个时候就很麻烦了 至于安装程序的步骤 首先将第一层土面明显位置标注好支撑位和水准位 如果要装置中注的话 也就是King Post的话 就要在做所有支撑工序之前 就把它安装妥当 接着烧焊功能 就可以根据正确的水准位 拉好直线 装上横撑 然后再根据运到工地上的工字缸的长度来决定放置托架的位置 而托架的距离和尺寸就一定要依照批准的尺寸来做 这样才有足够的承托力 当焊接好托架之后 就可以把工字横撑小心地调放上去 等到所有的横撑都放置好之后 就可以根据之前拉出的线 校正好横撑 然后就可以准备焊接工序了 所有焊接构建 包括连接钢板 及Sprice 加进板 及Steven 以及和各个构建之间 互相焊接的面都一定要依照批准图准备好 另外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错误 就应该在每个焊接点上 做上各种烧焊标注 等到烧焊技术工钮一到位 就可以知道所有焊接的尺寸和手工要求 也同时方便住工地的工程师做检查工作 当烧焊工友在焊接横撑的时候 其他工友就可以根据工地的实际尺寸 并且依照批准图准备好其他的构建的材料 而且尺寸一定要准确 尤其是短支撑和一些不规则的构建 就更加特别留意 以免日后再用废料来填补空位的话 那就绝对不可以接受了 装置妥当之后 就可以继续开挖 直到挖到下一层指定的支撑水准位 而且在挖的时候 要加倍留意开挖范围 不然就很容易影响已经完成的支撑系统 尤其是当开挖到较深的程度时 支撑构建就很可能较密 所以对于任何调运的材料 都要加倍小心才行 等到基础混凝土和拆板工作都做好了 而场地又清理妥当之后 测量员就可以根据施工章程 在基础构建和斜坡边缘标注水准位了 哦我知道 每个标注位就表示每层回田土的厚度嘛 不过在做回田工序之前 土面状况必须是已经得到工程师的认可才行 而回田的材料 除了用泥土之外 还可以用沙子 这样啊 那用沙滩的沙子可以吗 反正把它堆起来不就行了吗 那当然不行啦 回田用的泥土 是应该选用合符规范的沙土的 选好了田土之后呢 再配合适当的厚土机械和方法 回田自然就会是半公培了 哦 那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国强 回田的时候呢 一定要确保材料里面没有其他垃圾 混凝土块等未批准的东西 而工友们就要根据水准位 逐层逐层的回田 压实和测试 面积小的地方 可以用平板式振动器 或者是振夯锤来压实土面 如果面积大 通常就会采用振动压路机 其实有关测试回田基础边的 开挖和挖坑的土面 施工章程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 测试的目的 就是要确保压实的回田土 是否达到了所需要的标准 回田的泥土 不管是工地本身储备的泥土 还是从外面运进的泥土 都一定要预先向工程师申报 而且要由认可的试验室 抽取泥土样板 经过Portatest 以科学的方法检查泥土的质量 粗细分类 以及特性等等 并且 找出泥土样板的密度 和含水量 以上资料都必须做成关系对照表 而工地上每压实一层桶面 都要由指定试验室里 符合资格的人士 实地进行Sand Replacement Test 经过计算之后 再根据之前验收的 回田泥土的关系对照表 来确定土面的含水量 和压实程度 是否达到标准 如果这两个系数 未能符合标准的话 承建商就要把 不合格的那层泥土翻起来 等到晒干 或者经过洒水之后 重新压实 然后再做一次测试 直至达到所需要的要求为止 最后要讲的是 拆除支撑构建步骤 当基础混凝土和拆板工序 都做好了 并且清理妥当之后 工友们就要配合回田工序 把支撑构建拆走 不过在拆之前 一定要确保基础混凝土强度 已经达到了设计的要求才行 等等 不是都已经快要做好了吗 那如果真的一不小心 提早把支撑构建拆掉了 那又会怎么样呢 过早拆去那些顶 那个糊涂墙是有可能会塌的 所以拆顶的程序 和装顶的程序 是同样那么重要的 同样是需要根据施工的程序 审神设计 这样才可以确保安全的嘛 就是啊 等各方面的工程人员 以及工友们 都达成一支一介以后 在施工的时候 就会顺利和安全很多了 而且在拆的时候 记住一定要逐层逐层的拆 而且每层要拆的支撑构建 还一定要与回填土同一个水准位 如果回填土面的水准位 未到支撑底部的话 或者是工地上的构建整体 是不容许拆出支撑架的话 那就千万不能预先拆走任何支撑构建 最后 工地周边的钢板或槽钢 回填土压实至地面水准位之后 通常都要根据工程合约 在离地面两米深的材料都要清除 至于清除的方法 就要得到工程师的批准 和根据批准图来做才行 其实有什么用呢 用途就是可以预留出位置 等将来大楼的地底设施 可以进入工地里面 哦 做好之后才能称之为 开挖工序完成了 说的没错 如果工地上每一位工友 都可以尽力做好 上面我和国强所讲的 每一个工序的话 那就已经达到了 优质工序的目的了 知道了没有 国强 知道了 丙叔 我们现在来重温一下 开挖和支撑的施工程序 必须监察和衡量开挖工程 对工地周边的影响 包括有沉降记录 倾斜度 地下水位的变化 震动的幅度 兼可聘用独立测量师 去配合工程师设计 和无与属一切相关要求 开挖施工的一切机械和工具 必须有足够常规检查 验机及保养 所有支撑材料 必须符合工程师要求的标准和规格 开挖工程所有设施程序 都要考虑到对环境保护的一切影响 并且要成交管理计划书 与工程师审批 一切开挖施工步骤 必须完全依照乌鱼署批准图 和参考工地工程师意见做妥 承建商及工友 在施工之前 必须经常注意工业安全 及个人保护装备的重要 开挖深度增加时 如需要抽水设施 必须经工程师审批抽水方法 无支撑开挖 要确保泥土的斜度及稳定 尤其要预防雨水侵蚀 开挖和支撑必须互相配合 并且要根据正确的开线 及水准为施工 切勿超挖 所有支撑必须要以准确尺寸 准备材料 切勿利用废料填塞虚尾 每次回填工序 材料和回填土面状况 必须经工程师认可 和监督指定测试 在进行拆除支撑构建工序之前 要确保基础混凝土之相关永久结构 以达到足够强度 拆除支撑构建步骤 也必须配合正确之回填水准位 切勿预先拆除 未经工地工程师许可的任何支撑构建 在建筑工地里所有的工序 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 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力 上下一心 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 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 每一个人的分内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